第九场赛事 长点路程 三班千八米的场合 打热门马路路省 2.8倍开飞 过完关之后2.6倍 最后阶段是2.5倍 对手方面北极光开飞5.8倍 过完关之后5.2倍都热了 尾尾就回回一点点 上花5.4倍 又是五十多元 还有只巴基之友 开飞5.4倍 开飞的时候5.3倍 第九场三班千八米 起步的时候出得快一点 外党那只狂武派就快了一点 在内側北极光 加晨跑到千八 然后出来南三六宗那一匹 这些纷纷游戏都挺快 巴基之友在哪上来带头 六三白宗那一匹 内档那边淺南三就精算齐童 然后那一阵中间有只奇利断金 外党扎西德纳流在那边跑 内档那边就看回神龙区 水战龟 加州十大就尾三 但尾二那一匹是全财 包括天外天 潘明辉早已经醒了几下 起步好立 现在跟上大队 跑了六百米左右 前面巴基之友就带头 外党北极光这个时候走上来 三叠来的 内側那只纷纷游戏又不放他 然后扎西德纳 也都跟前了一点 然后精算齐童 中间白衣 路路省的大门 第六位左右 后一点的马就神龙区 奇利断金 狂暴派起步快 跑跑跑跑回后边 拍着水战龟一齐 天外天一路 放上来尾三 尾加州十大 包左落尾变了全财 入弯的时候 其实不是放得慢的 这台巴基之后 断断都挺快的 暂时带着四分三马位 北极光跟着他 内南第三位 精算齐同 缤分游戏第四 这个时候三只买出外叠 扎西德纳 奇利断金 和狂暴派在这里发力 反而路路省还没动在内档 然后神龙区 天外天 水战龟 加州十大 亦都伏了出去 包紧美仲是全财 入来之后 直路了前面巴基之后 断断快 这里还带着头 北极光好像按着有 但旁边好像比他更多 路路省就冲了上来 外档就有些纷纷 有些撒出去 然后上来的马群中间 橙衫天外天 外档撒出撒入 加州十大 穿百多米的时候 前面路路省开行步 带了个几百位出来 追着他就加州十大 不过他这样的追法不行 撒出撒入 中间天外天也追上来 那种第一名是路路省 第二名是加州十大 第三名是天外天 第四名就纷纷游戏 罗富全又赢了一场 很多条档就算幸运了 加州十大真的撒出撒入 我看他跑多久 上一次就打都不走 今次肯走就这样走 这个血统我自己真的不太喜欢 直播罗陀石 那些马很多都是神经质 演出比较反复 这只看来的个性都挺独特的 数字没有 是的 他不听你 用来一步都不跑的 可以是 但今天田泰安 其实虽然没有头马 但是发挥得都不错 他今场用回他的尊重跑线 也是对的 因为这只马就是这样的走资 他就要找些空间来让他撒 不知道是百多二百元的位置 但是他也很少 他搬顿捉不住那只北极光 真是 这样的家庭 当然有难度 是吧 捉不住就走 他就要跟着断断快放 这只巴基之鱼 更加难度大 更难 天内天就消耗了神色轻轻好一点 是好一点 就不是以前大摩时候那么好的了 这个就 起步其实都慢了 那只马是在做梦 那也被他虚了个第三 但潘平辉是很努力的 起步那几步 真是当是斗拉屎那样的 先打了几边 而且这场也够捕捉 是 那就可以追了 当然路路省出来就很漂亮了 那只马已经定了 罗虎全搞这只马 是搞得好的 一开个位出来就赢了 看看外面最便宜的那只 是 他出着右脚 闪完入闪出 一打由手边出去 好了 又收了 收两步了 转左手边 又进来 再打 又飞出去 真是 你看 他真的不转脚 他真的挺狂野 真的 幸好又配合到田泰安 够硬正 你有你飞 我有我骑 都可以照样一路 这一马真的要找他 你没那么想看 这一马真的受不了 这一马真的 步步这样试下去 一个平衡其实很差 那只马 根本就平衡不了 你这个人 被他这样拦着拦着 你又要继续骑 你少一点体力 过程点 把他拦到天外 到天上 分段时间了 头段13秒9 第段22秒11 第3段13秒15 第4段23秒78 末段23秒36 总时间1分46秒3 这一场 这一场 说回头马 路路绳 都赢得很出色 大家听听一下 列马斯对他的评价 这次他带了个手蜜 应该跌边的机会 微一点 這时候赢马自撻 出色之外 其实主�的时间也有点夸张 其实距离的班机纪纪纹 只有'0.12秒' 其實有沒有預計那隻馬 似乎跑1,800米的威力那麼強 它其實在外地都跑1,600米 其實1,600米應該沒什麼問題 這次因為有隻巴基 它都是快的捕捉 變成它可以跟得到 輕鬆跟得到 變成可以進到直路 出來就可以帶走它們 它其實應該可以再長一點 2,000、2,200米都可以 我看它絕對應該沒什麼問題 另外其實同場 跑第四名奔發遊戲 其實它都好像最近太有復蘇的跡象 它是 不過可能就是它在頭一兩季都贏得多 變成現在都要回一回氣 現在落下三班就叫做會接近 看看會不會找到一些賽事 可以讓它跑到可以贏回場 幫我馬主 羅副傳也有些幽默感 戴了手套不會跌邊 上次不是跌一邊 都未知六死誰手 這次贏得這麼清脆利落 我想現在多少分 下一次還在三班跑 就是130磅左右 29、130磅 我想跑到1,000、2,000都會再贏 可以繼續交到好成績的馬匹 它看來也會再跑 那隻北極光好像應該會休息一下 回來又問 潘頓說馬組段搶口 然後去到700米出來脫口 當然了 你不夠氣 搶搶下面也脫口 是的 問回廉馬斯 廉馬斯賀言都說 他都打算給這隻馬就暫時休賽了 回來驗他就沒有明顯異常之處 但由於他上次贏 這場這樣輸就表現難以接受 就算你休完再跑 都要試就合格通過獸醫檢驗 才可以再次出賽 其實有次問潘頓的對答也挺有趣 不過我們聽完之後 又好像沒什麼得益 另外那隻巴基之友 這場其實也放得快 所以那些… 不是所以 他放得快 並且就是他的存名證就發了 上場都用力很多 其實回來縮步的情況也挺厲害